大家好 我想要謝謝陳德老師 給我愛跟溫暖 一直陪伴我面對自己生命的海洞 我現在說有點想要哭 沒有關係 真情流路OK的 我覺得生病可能 像是自己生命當中一場 吐露起來的大雨 但是我覺得我比較幸運的是 在這場生命的大雨中 我並不是自己一個人撐傘 而是有一個人他陪著我一起撐傘 然後陪著我撐傘 但是他告訴我 你不可以站在原地 雖然有大風大雨 你撐著傘 可是你還是要勇敢的往前走 因為你如果沒有你的信念 在愛希望跟善 當中這樣的信念跟信仰的往前走的話 你站在原地 你就永遠到達不了你前面的目的地 你就永遠回不了家 所以他常常鼓勵我 要浪漫也要勇敢堅強 那今天借這個機會 除了謝謝陳雲老師 然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朋友 也許你自己本身 或者是你的家人 你愛的人 或者是你的朋友 他們也正經歷著自己生命中的風雨 可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擁有 也學習陳雲老師 願意做別人生命風雨中的天產人 這樣的精神 然後帶給自己 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朋友 更多的愛與希望 那我相信在每一個人生命當中的風雨當中 你度過了一定會有不同的人生的境界 因為在大雨過後的天空 它會分外的分明也格外的清澈 祝福大家 也謝謝陳雲老師 謝謝 謝謝陳菊 謝謝陳雲 來 再接下來是不請我們陳雲老師 老師 您多講一點 因為我們要去哭了 我好幸福 我不能哭 沒有 我只是過敏了 過敏了 我 我想到當初陪伴的立舉 剛好他開完刀之後 其實我那天是全程幫他推格他的床 我不知道他的狀況會多嚴重 但我只知道他太傻了 因為他曾經已經去開刀了 他跟我求救 那這一次我決定他求救之後 我要全程陪伴著他 當醫生在找家屬的時候 我走到醫生的面前 我說我是他的好朋友 醫生跟我搖搖頭 他說 這個太嚴重了 我只問醫生 當時醫生告訴我 剩六個月 最多六個月 我只問醫生有沒有奇蹟 有沒有有可能有奇蹟 他說有可能 我當時對著天 我當時對著天 他是我第一個 任性的跟天 要延續他生命的孩子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醫生跟其他的護士講 最多只有三個月 他們不敢跟我說 我只知道在我的生命當中 我沒有放棄他 我用我的靈魂 完全跟他連線 那當然 立局已經度過了 最艱難的階段 在星期三我也跟他說 立局要長大了 你要更加的學習 最初是靈魂善與愛的那份光 我教他 要更加的學習來經營自己 我想他做到了 因為過了兩天 我看到他有改變 我要求他 你只要完全的接受 不要思考 他就是思考太多 當人思考太多的時候 會丟掉最初始的那份純真 而那份純真 就是維持我們靈魂生命幸福的 很重要的元素 因此 我希望每一個朋友 都能夠勇敢 我常常都跟每一個人說 大家都要幸福喔 無論我在內 我只要看到大家幸福 我就好開心 我不知道今天立局會來 你們主辦單位也會點 但是很開心 那也很開心大家見證到 怎麼樣做個化療 放療 是標靶的一個立局 他的皮膚 比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要好 還好不是他 因為當時在醫院裡面 不是告訴我 他說 他們都是一點一點的跟我說 因為他們知道 當時他們會跟我說什麼 我都會哭 所以我說我要勇敢 執行長也說 你不能再這樣 我說 給我一點點時間軟弱 這一點軟弱 是讓我能夠更快的勇敢 更快的堅定 後來悄悄的告訴我說 做了放療 全身可能會焦黑 皮膚變得很難看 我們還幫他想好 要買什麼保養品 幫他擦他的身體 可是大家見證到立局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氣色 沒有讓我們看到他焦黑的皮膚 所以我常跟他講 我真的很嫉妒他 老師讓他一直被送 現在在哪裡 有過期嗎 應該還沒有 八個月 你應該比較適合用過期的 對 對 那我希望每一個人都一樣 你們要能夠理解 靈魂DNA 真的是可以改造我們的生命 大家一定不能只生活在 你與生俱來戴的那份劇本當中 一定要改命造命 而這改命造命 是由成員的陪伴 以及你自己的願意 絕對沒有任何的迷信 你們要把改造靈魂DNA 當作一門詢問去研究 至少以後如果你們有機會到我會館 你會看到常常到會館牌子 他們的身體是如此的強壯 大家都是那麼健康 這就是幸福的第一步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立舉 謝謝陳雲 大家太感動了 在這個陳雲跟立舉這個會面呢 是我們精心安排的 那我們早就知道你會哭了 但是這樣子呢 大家最簡單可以立即發現到 陳雲真的就是一個 像小媽媽一樣 像立舉講的小媽媽一樣的地方 但是是16歲半的小媽媽 那注意是16歲半的陳雲小媽媽 這是重點嘛對不對 對對對 我說了她不少錢 對對對 好老師那今天呢 除了立舉來 那另外一位大他也來 聽到你簽書會 首場台北簽書會 因為我們接下來還有中部嘛 然後還有香港的嘛 那這一位呢最近非常的忙 你知道他在忙什麼嗎 他在忙那個賣票 那賣什麼票嗎 江惠 欸你怎麼知道 來那我們一掌聲 熱烈的掌聲歡迎知名製作人 陳冠福先生 冠福老師